跟着云脑进入赤炼星的地狱 陆尘神石铺展 随处可见出窍分神 甚至合体气修饰 人人慧眼如树光明同谋 炼气者必须独具一份慧眼 可识气之灵 矿之本 没有这点能耐 但是单一火灵根也别想动窥气之精髓 陆尘一眼就看出几个实力远在剑谈风鲁燕之上 能够轻易炼制出下品灵气的高手 而这样的人何止上百 怪不得幻尘星玉被称为众仙玉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想不到这里的炼气者竟然如此之多 陆尘大为赞叹了一番 也的确 以往在众仙玉遇到的人 很少有人提到过炼气如何如何 而这里似乎颇为盛行 随便到一个地方都能看到修士举火熔金 敲锤打断 叮叮当当的声音不绝于耳 云脑跟陆尘飞了整整两日 算是熟络了 咯咯一笑道 都是些天赋低下的修者 也看这里的炼气者多 但真的能够炼制出来上品灵气法宝的人少之又少 至于极品灵气就屈指可数了 对于云脑的讲解 陆尘不觉得奇怪 上天有道 大道繁衍 欲达巅峰便会越难 要是人人都能轻易炼制出威力强大的上品 甚至极品的灵气法宝 众仙玉的法宝也不会那么珍贵了 不过主人的两大手图实力还是非凡的 虽然不像主人那样很容易炼制出极品灵气 但每隔几时上百年还会弄出一件来 云脑说道 哦 陆尘到现在 资人也能炼制出上品灵气 极品灵气还一件都没试过 听到此言 微微一饿 两天来 云脑一直付费着绿斗老人两大徒弟的不是 可自始至终 却没说到根本 陆尘心中琢磨一番 知道这次若是救了绿斗老人 无形之中便与二人为敌 必须要提前了解一下二人 便问道 他们都是什么人 实力如何 云脑翘眼微眯 笑道 是主人早年收的气筒 那一批人中 就他们两个天赋异禀 方才被主人收为门徒 一个叫周云 另一个叫朱平斯 实力都已达到了杜杰初期大圆满的境界 嗯 那不是很强 到现在 陆尘还秉持着低调的行径 一直把自己伪装成合体中期高手 这个境界到换尘星域 正合适 还可以吧 比云脑强上那么一点点 云脑并无愧色 实话实说的 慢慢有着愁色闪现 哎 陆尘突然叹了口气 说 那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 这 云脑没料到陆尘会来这么一句话 他以为他怕了 马上到 恩人放心 便是云脑性命不要 也会护恩人周全 陆尘笑了笑 心道 他还挺认真 不在这个话题上周旋 陆尘问道 哎 我们就这么直接去吃炼风 你能保证 玉斗看到你 不会再被你出手 云脑笑道 怎么会 就算是主人看到我又能化形 定会怀疑 云脑只需实话实说 相信主人一定会到许过望的 对了 没人愿意去死 放着一个能够治愈顽疾的存在 绿斗再发神经 估计也不会对云脑不利了 陆尘如是想 他倒不是担心云脑 而是担心让自己寻找三念和尚的计划 有所错漏而已 在一片连绵的山巒半山腰上站定 看着那枯黄的树叶繁茂的大片矮林 陆尘微微沉思 云脑见陆尘不走了 不禁疑惑的 这人还在想什么 陆尘估摸着 心想 就这么过去 是不是显得咱很不值钱啊 上门的买卖不招人待见 嗯 不行 想着 陆尘说 我不想见太多人 吃恋风就不去了 你回去找绿斗说一声 我就在这等他 若是他有诚心 三日内便到这里寻我 来了之后 神识传音便可 这 云脑为难的想了想 后来一合计陆尘的身份 苦行修士 嗯 也没办法 这种人最古怪 似乎最怕生人 也认同道 好 那云脑去去就来 用不上三日 两日之内必到 去吧 殿堂完毕 云脑欲空而去 在天边变成光亮的那一瞬 陆尘看到云脑化为了本体 轻轻一笑 暗道了声聪明 也不再理会 顺着山腰走了下去 左右无视 陆尘现在只能等着云脑的好消息 并且盘算着如何在绿斗那里 打听到三念的消息 正所谓 行内有归 他就不信 绿斗不认得三念 陆尘所处的 乃是一座荒山 长达数百里之遥 也算规模不小的山脉了 修真人士也有 不过 很少 走到了斩茶的工夫 陆尘来到一片密林的深处 一山生长的树林多达百株 前方地面平整 林地幽深 身边呢 就是靠着山腰 山体有几处天然的溶洞 陆尘找了一会儿 大多都四通八达 不利藏身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处 独立的洞穴 钻了进去 把静置布下 修炼了起来 一星换斗 这一座便是一天 待到烈日西锤 方才醒来 一年多的 域外星空之旅 陆尘的实力 又精进了不少 变化虽然不大 但内缘一满 状态完好 正打算把收集来的 几种矿石取出 试着给雷王炼制 残阅小雷枪的时候 忽然动臂一声声轻颤 传了过来 那是一道散发着 阴邪和坏笑的声音 很独特 很独特 只要听到 便不难忘记的沙哑声 周大公子 您看 这事小的办完了 咱们的协定 是不是该兑现了 狗屁 这沙哑的声音刚落 便是一道阴沉的韵怒声 你知道个屁 阮海英云夫妇的身上 根本没有武灵破明珠炼制方法 回我请了门内三大高手 进上古魔神战场 白白跑了一趟 怎么可能没有啊 沙哑声音先是吃了一惊 完后声音有些颤抖 你觉得我在骗你 阴沉人用着威胁的口气 比一道 不 不 周公子说笑了 小的怎么敢 沙哑人有些惧怕 周公子深吸了口气 声调低沉道 你还是去给我打听打听 你那生死兄弟吧 我觉得 阮海英可能把武灵破明珠的炼制方法 交给了他儿子保管 要是那样 不要打草惊蛇 以免他狗鸡跳墙 死了卷轴 沙哑声一惊 为难道 周公子 我的兄弟 你也知道 那就是一个软硬不吃的货 要真是在他手里 怕是很难拿到手啊 这不用你管 周公子音测测的笑了起来 仿佛成竹在胸道 哼 实在不行 只有让莲儿出马了 嫂子呀 放屁 沙哑人刚开口 周公子顿时一鹤 冷声道 维北 注意你的用词 那维北好像吓出了一身冷汗 赶忙改口道 是周夫人 周夫人 哼 周公子冷哼一声说 行了 这里没你的事了 做好你应该做的 我不会亏待你的 但是你要记住 在阮臣面前 每说一句话都要给我注意了 别露出什么马脚 要是得不到武灵破明珠 你也别想离开 换尘兴誉 话音一落 洞壁的另一面 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 一前一后 想是两人为了避嫌 先后分开 陆臣从头到尾听了个完整 不见这两人的实力不怎么样 设下的阴障 没能挡住陆臣的耳朵 这一听完 陆臣当时鄙夷的撇了撇嘴 尸里爬外的东西 暗算自己的兄弟 真是个畜生 事情很明显 那个叫唯北的沙哑人 根本就是火同周公子 暗算自己兄弟的父母 然后为了人家的武灵破明珠 炼制方法设下圈套 虽然陆臣不知道 唯北和那个所谓阮臣的关系 但既然能够称得上是兄弟 关系 顶然不浅 这样的事 在众仙玉很常见 不少人为了利益 可以出卖一切 甚至自己的亲人也不例外 但事情本身跟自己没太大关系 陆臣也懒得去诅咒 这种小人死无葬身之地 听完就完了 大不了 骂上两句 重新收拾心情 陆臣先把奇境老人 交给自己的 有关残月小雷枪的炼制方法 拿了出来 仔细端详 残月雷枪 上等金石 注入雷霆之力 以九天神雷威力最盛 赐之则子叶削雷 以雷霆之力 化凡入简 取精锐之气 凡至不入 为削雷之本 凡至不入 根据残月雷枪的炼制方法 陆臣看到某一段落 不由打住 心下不由疑惑起来 何为繁智不入 矿石都有灵气 取来之前 晕在实体当中 炼气者则是用本命 蒸火融化 取其精髓 这段倒是好理解 然而繁智不入 似乎在说明什么重要的问题 前面拿九天神雷作笔 收取天雷之力 便是让雷霆注入到法宝当中 但后面的繁智不入 却是与之前产生了矛盾 凡是炼气者都知道 世间万物皆为繁智 无形之能 方是精髓 这么说来 莫非只提取矿石中的 金之锐气 结合雷霆之力 炼制出一杆 无形之枪 所有矿石中的锐气太少 几乎少到了极点 这样方才要将矿石中的某一些 被认为重要的本质取出 凝固化形 成为打造法宝的最初形态 但若无形 便很难让枪体浑然天成 除非有强大的锯成阵法 强行将雷霆之力收据成形 但是 这可能吗 露晨在脑海中 露晨在脑海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坐在洞府中 露晨望着洞顶 胸眼似乎洞彻了山体 直入高空 月朗星稀的赤炼星 火气虽裂 仍旧不能遮挡住月华的洒下 紫叶消雷取刺之 便是要看自己的炼器水准了 上品灵气啊 看来还要选月夜取雷了 露晨一整夜没有合眼 脑海中不断幻想着残月小雷枪的炼制方法 甚至是形态 奇境老人给的炼制方法太古怪 除了那几句话外 基本上没可取之处 也许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炼器水准吧 露晨这样安慰自己 不过 转回身想了想 露晨又不太敢去尝试 非是胆小的问题 关键就在于 自己手上的材料 只够打造一杆残月小雷枪的 要是失败 怕是寻都寻不到材料 没办法 露晨站了起来 思考着去赤练风周围 探探地形 找找方式一类的地方 不过 转眼一想 又怕云脑带着绿斗老人 找到这里寻不着人 便又坐了下来 金玉瓦空间 跟左青汉聊了一会儿 不知不觉 又过了一天 残月雷枪的炼制方法 还没有头绪 繁治不入四个字 让露晨有些烦躁 当天夜晚 露晨正盘膝打坐 忽然听到洞外怒风呼啸 神识探出去一观 只是变天而已 百亿里的巨大修真星 高空有着浓密的乌云翻滚 没有多大一会儿 天空中的云层 便将明月遮挡在 遥遥九天之外 沉闷的雷鸣 随着大雨的到来 顷刻间响彻了整个赤炼星 露晨沉坐吐纳 听着那滚滚雷鸣 偶然间生起一丝 出去观看的想法 换出雷王 本相真身化形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洞府 还真别说 这等天象 也引得不少修士出来一观 露晨有些纳闷 下场雨 至于出来看吗 事实上 他并不了解赤炼星 火气极浓的赤炼星 惊年不见烟雨朦胧 提到下雨 在赤炼星这个地方 是极难见到的事 一些高手 每逢这种日子 都会出来观赏 不同于观天正道 只是喜欢而已 稠密的云层逐渐压低 远处直插云端的赤炼峰 隐隐有着被压制的迹象 这场雨着实不小 雨滴最大的都快赶上婴儿的拳头 倾盆大雨哗哗降下 滋润着广阔无垠的赤炼星 骤然间 一道霹雳自云层中降下 那划出闪电的尖锋状 让人隐隐有着忌惮之感 闪电外形 乃是天地间最普遍的现象 并不如何少见 然而 当那闪电击中不远处 一座小山顶端的时候 突然间 那闪电凝固了起来 轰轰不绝 鱼耳的嗡鸣 传荡于百里千里开外 紫色的电光 似乎停顿在天地之间 那闪电漠然急转 眨眼便是三闪三消 不大的小山顿时被闪电击得碎石纷飞 陆尘眸子一定 似有所感悟 再看旁边的雷王 俨然自行坐下 运起了不灭雷霆绝 这一幕 陆尘都看得发愣 只见雷王先决运起 双手始终二指并拢 直抵高天乌云 一丝丝紫悠悠的雷光 从云层中滚爬了出来 慢慢在雷王的头顶 毁成了一朵不大的雷云